大明永乐年间 金陵超库街住着一个县衙疏 名叫王博安 家境富裕 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秀文 长得如花似玉亭亭玉丽 自幼聪明伶俐 除了女工贞之外 还教她读书识字 所以能写绘画 附近住着一位举人 名叫向泽 出身书香史家 喜欢收藏古董书画 膝下只有一个儿子 名叫向天兴 王博安仰慕向泽在县里的声望 主动和他结交 购买书画古玩的时候 总会拿去找他鉴定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莲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向泽眼光锐利 不管是周代的鼎还是宋代的话 都能一眼分辨出真假 王博安因此从来没被作艳品的古董贩子欺骗 有一次 向泽去拜访王博安 秀文正在院子里 以着栏杆观赏勺 见他天生励志 白臂无瑕 连连赞叹 王博安听说他来了 赶忙出来迎接 他立刻问道 这是你的女儿吗 今年多大年龄 王博安笑着说道 是小女秀文 今年刚满十一岁 向泽说道 王兄有如此貌若天仙的女儿 真是好福气啊 王博安听后十分受用 连连说道 向兄谬赞了 王博安让秀文过来拜见向泽 向泽见他举止咸牙 牟宁秋水 甲云昭霞 端庄中透着妩媚 绝不是一般女子可比 向泽问他有没有读书 会不会背唐诗 他立刻背诵了白居易的长恨歌 头齿清晰 一字不差 他问王博安 秀文有没有许配人家 王博安觉得就凭女儿的才貌 只有出身高官富商之家的 青年才俊才配的上 便说想找个品貌兼优的女婿太难 至今还没有找到 这天 王博安得了一块宝玉 分辨不出是哪朝哪代的 又来找向泽请教 向泽分辨出是唐代古玉后 特意把儿子叫过来 拜见王博安 向天星向王博安行礼 虽然只有十三岁 但是他文质彬彬谦逊有礼 礼数周全 提笔会写立书 传书还认识汉卫 进堂各代的碑文 向泽指着儿子向王博安说道 王兄 你看圈子能不能配得上令爱 王博安一个小小疏离 能够和向泽这样的书香世家结亲 当然是求之不得 立刻说 向兄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能有令郎这样的女婿 是我王家的荣幸 于是两家立刻定了婚约 向泽拿出一只金环作为信物 可是万万没想到 一年之后 向泽不幸染病去世 王博安作为向天兴的未来岳父 主动帮忙料理后事 向家母子对他非常感激 向泽走后不到三年 妻子也跟着走了 只留下还不到十七岁的向天兴 向家自此家到中落 不过 向泽生前虽然没有置办下 大量田地和房产 但他收藏托风 就那些古玩字画 也足够向天兴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船池又雨顶头风 所谓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就因为这样古玩字画 差点让向天兴丢了性命 有一天晚上 一伙蒙面 强盗突然闯进了向家 虽然没有发现大笔银两 但强盗首领倒是个懂行的 看到他家里的悲铁书画古铜器 直到非常值钱 将所有东西一扫而空 向天兴家里 只有一个老仆和一个书童 所以他一直警觉性很高 发现强盗闯进来 立刻带着老仆和书童 夺到了家里一个地窖里 这才保住了性命 向天兴立刻到衙门告状 恳求知县老爷捉拿强盗 夺回贝劫财物 可是这伙强盗好像来无影去无踪 捕快虽然多方查访 却没有半点踪迹 王伯安作为县衙疏力 为了女婿没少请求知县 和捕快们尽心抓捕 可是也无济于事 见女婿可怜 经常接济他一些 向天兴家里缺吃少穿 遣散了老仆和书童 靠给别人撰写书信 鉴赏书画为生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人心总是善变的 王伯安见向家的财产追回无望 女婿穷得叮当响 还得靠自己接济 渐渐开始后悔接着门亲 王伯安找媳妇商量 媳妇也觉得女儿嫁给向天兴 肯定会受苦 夫妻俩一起去找女儿商量 秀文觉得既然已经定亲 那么不管向天兴再求 也应该履行婚约 两口子商量着 给女儿另外找个官宦富商家的公子 既然女儿不肯答应 那就先不告诉他 反正到时候也由不得他 后来向天兴再到王伯安家去 就不再让他进门了 反而找了媒妇来对他说 他和王家小姐的年纪也都不小了 再过几年他就成老姑娘了 还是早点娶他过门吧 王家再三催他来迎娶 可是他每天一日三餐都是问题 哪有钱下屁迎娶 只能一拖再拖 向天兴有个好朋友 名叫范护堂 颇有豪侠之气 听说这时候 对他说 王家这么做 哪是让你早点迎娶 这是知道你穷 逼着你主动退婚 大丈夫何患无期 岂能受他的龌龊气 他要是再来 看我不把他们打出去 一个月后 王家果然又叫媒人过来劝说 媒人自知理亏 一直支支吾吾 拿出一百两银子放在桌上 对向天兴说道 你要是肯听我的 这银子就是你的了 向天兴让媒人把话说明白 媒人说道 王家的那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 哪会愿意跟着你吃糠宴菜 要是嫁过来 过不了几个月 就得到黄泉去见你的爹娘 你还不如写个退婚书 让他在自己家里过一辈子 也算是功德无量 这点银子就算是给你的补偿 向天兴听完 立刻拍爱而起 骂道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拿这点银子来羞辱我 我告诉你 即便他现在愿意把女儿嫁给我 我也不认他这种无信无义的岳父 我这就给他写退婚文书 他立刻提笔写了退婚书 连带一百两银子扔给媒人 不久之后 范护堂来找向天兴 他气愤难平 把事情告诉了他 范护堂文言说道 怎么样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不过你也该想想以后了 总不能一辈子给人抄抄谢谢 不如到外面成就一番事业 给王家人看看 向天兴说道 我身上现在分文没有 哪有盘缠到外面去 范护堂说道 盘缠这是包在我身上 你不用担心 只是你想好了吗 要是想考科举金榜提名 那就到京城去 要是想紧快得官 那就得投笔从容驰骋江场 或者到军前谋个差事 向天兴说道 我表舅在滇南做游击将军 我到他那里去 肯定能有机会立功 范护堂一拍桌子 立刻回家 拿了六十两银子给他 向天兴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 凑够了一百两 即刻启程 王伯伯拿到退婚文书后 拖了没人想紧快给女儿找个好女婿 他谎称还有一个女儿 才十六岁 能写绘画 还会写诗填词 还找人画了女儿的画像 有一位总兵的足弟 名叫潘鹤 妻子刚刚去世 想找个济世 在知府那里看到了秀文的画像 立刻被迷得神魂颠倒 感叹道 要是能取这样的天仙为妻 那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后来一打听 秀文只是个县衙疏的女儿 觉得她家门地太低 于是打算拿她做小妾 拖了没人到王家说亲 俗话说得好 宁做穷人妻 不做妇人妾 可王伯安夫妻贪图巨额聘礼 以及潘鹤的权势 竟然答应把女儿嫁到潘家做小妾 潘鹤来下聘的队伍 挤满了王家门前的巷子 聘礼装了好几个大箱子 王伯安夫妻两乐的嘴都裂到耳朵根了 王伯安担心秀文知道这事 事先把她送到了表哥家 所以她压根就不知道 等到迎亲的日子 才把她接了回来 迎亲的队伍等在王家门外 炉骨喧天鞭炮起名 王七对秀文说 从此以后你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要是嫁给那个向天兴 不得受一辈子苦 秀文得知真相 气氛难平 气不成声 里外都在崔秀文赶紧上花轿 她知道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拿出当年向家送的订婚金环 趁人不备 吞了下去 金环入腹 秀文很快奄奄一息 经多方就知 还是撒手人环 亲戚朋友们知道这时候 都夸秀文是个重信守洁的猎女 骂王伯安两口子不是东西 贪贺得知消息 十分沮丧 让没人去找王伯安 要求他退还聘礼 几年之后 向天兴骑着高头大马 带着仆人丫鬟数十人回到超库街 这时候他已经做了守备 原来向天兴到了滇南后 立刻求见表舅 表舅这时候已经做了副总兵 履历战功 见到外甥来投奔 表舅大喜郭望 立刻安排他在营中做了文书 一切往来文书都由他负责 总兵欣赏他的才华 特意提拔重用 不到三年的功夫 就被着身为首辈 这次是请了假回家祭奠父母 向天兴得知秀文 是为他守洁宁死不屈 春京还儿死 立刻去求见王伯安 王伯安得知向天兴登门 还做了官 吓得魂不附体 赶紧出门迎接 见到王伯安后 向天兴对他说 他和秀文的婚事 是父亲生前定下的 即便写了退婚文书 秀文也是他的妻子 如今秀文为他守洁而死 他不能辜负他的坚真 仍要迎娶他过门 王伯安听后吓得哆哆嗦嗦 不敢阻拦 只能任由他安排 向天兴在家里 布置好了婚礼所需的一切 抱着秀文的牌位 拜了天地父母 正式结为夫妻 然后将秀文迁移到自家祖坟安葬 后来向天兴官至知府 娶妻生子 但他的儿女都称秀文为大娘 每年的清明 向天兴如果在老家 都会带着全家到他坟前祭奠 如果在外回不了家 就在家里祭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